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要透過色彩讓更多人去應用它美化自己 我的畫就是以色彩來創造一種視覺的吸引力 我是黃沐村來自於台灣 我是一個研究色彩能量、光波能量的藝術家 我後來把如畫、水彩、果畫、書畫融在一起 創造一個叫色彩能量的光波畫 從研究光波畫、創作光波畫到現在大概有200多幅畫 廢話內容是以陽光為主 把那個大自然下的景觀、植物再度重現出來 大家所要追求的是陽光下萬物生機的那種 釋放出來的光能量跟色彩能量 光波畫就是參考唐山彩 去開拓更豐富多彩的色彩發展能力 唐山彩最少是應用在陶瓷中的幼彩顏色 以黃、綠、白、三色為主 後來經過研究與改造 顏色更為豐富於多彩 也應用於書籌、器皿的設計之中 我的畫裡面有很多內容它是非常豐富的 它不是單一色彩的紅頂 而是色彩的相容 比如說這些花彩 花的變化你看 從那個花瓣的紋路 還有那個花的複膝的空氣感 包括裡面的這種變化 光粒子 這些都是一個很難的表現形態 這小熊你看很清楚的可以看到 所以這裡面很多生物在裡面 為什麼用手去畫 我們的手是有溫度 溫度產生的色彩感 它會有生命力 我在讀藝校的時候 一個教授 就推薦我到美國幾十年 製片廠去寫動漫 所以我那時候回來以後 就開始研究動漫 創造了台灣的第一本大學 動漫教頭書 成立了動漫公司 很多單位都找我 包括文化、經濟、財政 都要我來設計 幾乎在每個地方都看到我的作品 包括藝院裡面那些短片宣傳 拍很多激情片、公益片 大概兩百多部 得了不少獎 九三年冬天到首都北京 做焦慮、訪問 九四年就在哪里 與北京電視台合作 主持了五十六集 《歐愛卡通》的節目 並把當初我在台灣製作的 動畫短片 一共三百多部 帶到北京電視台播出 孩子都喜歡我 都說我的動畫片很輕鬆很幽默 後來我的小孩就到加拿大練書 1996年到加拿大定基後 經常來往於北京、加拿大 以及台灣之間 也接受大陸委託陸續創作出版的教材圖書 出版了一本現在動畫藝術 很多學校都用這本書當主導教材 教學生 到加拿大以後發現 它這個色彩應用比較好 他們喜歡用大自然色彩來創造生活環境 那時我就重新開始 用自然科學的角度去探索研究色彩 經過了十年的深度探索研究 就希望在大陸推廣動漫 以及以色彩有關的文創產業 2005年到北京定基 也成立了色彩公司 把它做成產品、生活用品 色彩這款是光 創造環境的節能減碳 我喜歡到大陸來 因為大陸給我很大的發展空間 能夠提供你很大的舞台 經常可以參觀分享 有關文創與科技 藝術發展潮流的國際性展覽 另外廣大的消費市場 這些都是加拿大與台灣地區 比較欠缺的 所以最後我才選擇到北京來發展 譬如說我在這邊 可以跟世界各地大學來交流 他們也會來找我 我曾經到很多大學去講課 因為我本身都比較喜歡 把一些教育的理念 或是一些課程 跟學生來分享 這個畫的纖維 就是一些細節 叫拉絲 我們叫用手來拉絲 不是用筆 我的畫把色彩 最能夠影響情緒的 嚴肅加在裡面 讓我的畫妝 就會產生溫暖 會產生一種氣場 能夠讓自己開心 因為顏色顯現代表樂觀 曾經有一個 從國外回來的花橋 換來蠻嚴重的憂鬱症 後來有人介紹就跟我見面 看了畫因為她很精彩 那她就 拜在我的門下寫畫畫 很多人喜歡她的話 她就後來開始講說 她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女人 然後她經常到處演講 寫的畫畫 又開始穿的顏色都很亮麗 很光彩的顏色 所以我心中 她就活得非常有自信 我弄出來你看 你看 張柯也非常有意思 她會給我們 有時候給我們播放交響曲 有時候給我們播放就是 很動感的這個 很pop的音樂 邊跳邊畫 最重要一點 我們在創作廣播畫的時候 一定要心情要有 活躍的動感 不要說 大家坐下來畫畫 我會叫大家 姿姿動起來 跳跳舞啊 搖搖身體啊 動動脖子啊 讓自己身體很輕鬆 在舞台上 就曾經一邊跳舞 一邊畫畫 三分鐘一首歌唱完 以後畫已經畫完了 我認為色彩是一個健康保健品 讓我比較健康 讓我過的生活很有意義 我希望讓全世界 重新來認識我們的色彩的應用